令人唏嘘的是,因为刚正不阿,爱憎分明,乌阳修在仕途中屡遭贬折。 当时,立国七十余年的北宋王朝表面繁荣,但却不思见趣沉溺于现状。 年轻的乌阳修支持范仲淹改革,多次受到牵连,先后被贬到宜林、楚州等地。 在这些仕途的逆境中,乌阳修没有忘记自己文章合为食而住的创作诉求, 写下于高思建书、彭党论等文章直击坚硬,轰动朝野。 平时简朴的行文风格,语句轻快畅通,文从自顺, 欧阳修逐渐开创一代文风,以文章凝贯天下。 而他的浩然正气,更是获得天下文人赞誉。 王安时曾评价他,果敢之起,刚正之节,至晚而不衰。